院长立临 我们上任资源之间之后 一直都在努力针对不同的族群 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当然以各位所从事的工商产业来讲 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台湾往下走 就是我们过去资讯通讯产业 乃至于传统的机电产业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 但是整个世界一直在演变 全球化以及网络科技化的往下发展 我们过去既有的产业基础 展望未来 我们大概也都面临要转型 升级加持这种需要 需要利用创新来作为带动的力量 那我们可以讲 我们最近政府所做的 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我们着力最深的地方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 这些元素的引进 能够让我们过去已经有基础 在国际界已经有相当竞争力的 这些ICT产业 以及传统的机电化产业 能够进一步转型升级加持 那最近在很多地方看到 就是说通过我们之前努力 前几任院长已经有基础 那我们最近在这个特别临门一角 很多地方做了一些努力 也已经看出一些 这个 因为我们上任不久 有些地方也慢慢看出一些成绩 先跟各位简单做这样的报告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的时间把这方面转型的基础 进一步把它打稳 当然各位所提的这些建言 我们都有仔细的研读 我们今天我们相关的部会首长 也都在场 所以我想我尽量少讲话 然后把发言的机会交给大家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